你有可能會收到一個LINE的那個通知 就是說你已經有登錄一個裝置等等的怎麼樣 那這個是那個 Python那個LINE API的那個登錄訊息 那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會有一個 那個Othelation Code 你可以把這個Othelation Code copy下來 然後以後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那我們呢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它的 那個比如說我們現在的Profile 把它 抓出來 比如說我們 等一下 挖入螢幕 有沒有看到我的那個帳 好 OK 然後我們現在把我們的那個聯絡人都把它抓出來 好你看 有沒有看到 你所有這個LINE帳號裡頭的聯絡人通通都被抓到很關鍵 好 然後你也可以看得到說 你現在的這個 呃 你的 你的那個groups 就是說你到 就我們的聊天房啦 好 這是我們的那個一大堆的聊天房 還有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LOOMS LOOMS就是我們家人以後的那個開群的那個功能 喔有沒有 喔 那這個就是你可以去去 去那個 丟訊息的地方 那比如說我現在我要送一個訊息給人家的時候 喔 我們可以先 像剛剛我們有一個print context 好 然後我們就從 這裏面開始找 比如說 我現在 零一二 一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五個好 呃 第 第 一個好了 好 那我們就是 設定我們的朋友 喔 是第一個 好 然後 我們就可以對他送出message 好 比如說 雷射切割的 剛才有 現在我們只要救人機器 他的動力炸上 這裏都會感到實力 好 再來我們注意一下 好像 雷射切割的話 還是能來燒 或是雷射去打 你打個燒飯 可以把它燒飯 這個可以打成不同 如果雷射切割的話 我們就連累 就打個燒飯 雷射切割的話 他回答True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上頭是不是有人有收到 幻想之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是可以透過 BanarPy M1 然後 來透過 Python的 這個 API document Line API 來去送 我們的訊息 給我們 Line頭的群 或者是 其他人 好 謝謝 Python的